驻美特派员曹玉芬华府18日报道, 美国参议员卢比欧与台湾连线共同主席梅南德兹等巴威议员今天联名, 致函给美国联合航空与美国航空的执行厂, 表示台湾有白宫和国会支持, 而美国政府也与他们站在一起, 强力反对中国对他们下达指令。 中国民航局致函美国在内的全球航空公司, 要求他们在网站上将台湾列入中国的领土, 否则将挤出惩罚。 美国亚太附助清皇之汉日前在国会作证时以警告, 中国如果执意走这条路,会有后果。 美国众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游和时日也曾致函美国及航空公司, 要求他们不要屈服于中国的压力。 卢比欧等八位跨党派议员今天联名致函给美国航空, AA,执行长派克及联合航空, UA,执行常募诺斯。 台北驻美代表处对两院议员力挺台湾, 发表声明致谢。 卢比欧等人在信中表示, 中国民航局致函要求美籍航空公司在网站上更改对台湾的称呼, 并威胁弱不从, 将予惩罚。 美国国会已做好准备捍卫美籍企业的完整性, 不让外国政府企图运用主权干预他们的内部商业运作及网站内容。 这封信指出, 台湾为民主国家并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 中国政府及共产党极有霸凌美籍企业, 急促使外国断绝与台湾官方关系的方式, 积极想方设法边缘化并孤立台湾。 信中表示, 去年6月, 中国施压巴拿马与台湾断交, 5月多明尼加在宣布与台湾断交, 中国并阻挡台湾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 令人遗憾的是, 某些知名公司最近也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 这些事件只会让中国政府更变本加厉, 卢碧欧等人表示, 支持白宫最近发表的强力声明, 如同白宫所言, 美国强烈反对中国企图胁迫私人企业, 在其公开资讯中使用带有特定政治目的的语言。 他们希望连航与美航明白, 台湾有白宫与国会的强力支持, 最近两党一致支持通过的台湾律行法就是反例。 美国会议员严重关切中国政府伸出的长臂, 中国利用多国籍企业想维持或进入中国市场的期望, 不择手段施压企业遵守于北京的政治立场。 他们在信中呼吁, 连航与美航的考量回应选项时, 应了解美国政府与它站在一起, 并将强力反对中国或任何其他外国政府自行向美国公司下指令, 并以国家主权强加干预美籍公司内部商业运作及网站内容上。 他们将尽一切能力协助, 参与联署的议员还有参院共和党党党边科宁, 参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贾德纳, 该小组民主党首席议员马奇, 参议员卡顿, 布朗与克鲁兹。 参与联署的议员卡顿,